北京时间8月8日,据金融时报报道,拥有英超球对阿森纳67%股权的美国体育巨头斯坦克伦克·斯坦克·克罗安克, 以同俄罗斯金属大亨阿利什尔乌斯马诺夫·奥雷什尔乌斯曼恩,达成协议,将以5.5亿英镑的价格收购其手中,30%的阿森纳俱乐部股权。 英国当地时间8月7日,克伦克及KSE公司曾表示,KSE公司推动收购阿森纳的全部股份使得俱乐部私有化,这有助于阿森纳进一步推动各项战略的实施。 他们在阿森纳俱乐部的管理方面花费巨大,并非常希望投资能够帮助球队变得更强大。 乌斯马诺夫随后发布声明表示,我决定出售手中的阿森纳股权,而阿森纳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球队。 我祝愿这支优秀的球队能够成为世界最强球队,那些把青春奉献给这支球队的人们能够和俱乐部一同取得成功。 乌斯马诺夫旗下的红白证券公司补充道,我们确认乌斯马诺夫先生已经同KSE公司达成协议。 红白证券公司接受KSE公司对手中全部共计18695股的阿森纳股权, 约占30.05%的包价,并将以每股29419.64英镑的协议价格,共计超过5.5亿英镑的价格出售红白证券的股权。 在克伦克表示将全资收购阿森纳后,阿森纳球迷组织Astenos Potches T发布声明回应此事, 趁反对克伦克全资收购阿森纳,俱乐部私有化是合法盗窃。 据了解,克伦克的对乌斯马诺夫手中股权的收购资金是由贷款而来,除此之外,部分枪手球迷也有持股, 但他们并非为了钱,尽出于关心俱乐部的未来,想要保障俱乐部权益。 克伦克若强制一并收购个人球迷手中股权,这将削弱关心俱乐部发展的球迷声音。 Astenos在声明中表示,克伦克将阿森纳俱乐部完全私有化损害了球迷的权益,并将对俱乐部造成不利影响。 一、管理费及红利无需经受任何财务调查。 二、无需进行年度股东大会公布财政营收状况。 三、移除了独立董事会四,可将私人债务转嫁至阿森纳以减轻其其他商业项目财政负担此前。 阿森纳前董事曾炮轰克伦克,克伦克是以赚钱为动力,并没有将阿森纳俱乐部的利益放在心上,但足球是一项富有激情的商业。 显然克伦克对阿森纳俱乐部没有激情,非常后悔将股权卖给克伦克。 克伦克此次是以贷款收购阿森纳,必然希望能够实现财务收入最大化,否则贷款利息大于阿森纳的商业价值增长,收购就是一场亏本买卖。 作为商人的克伦克没有理由这样做,而要实现俱乐部的商业价值,球星级球队的成绩是必不可少的条件。 以阿森纳目前在英超级欧战中的表现,保住欧冠席位将是守卫目标。 克伦克手中还拥有丹佛决金篮球队,丹佛纳德斯科罗拉多雪峰冰球队,Color of the Avalanche,和胜路易斯公洋足球队,ST,LUISRAMS三只价值约13亿美元的运动队,不用经受财务调查的克伦克,可能将手中各项债务转移至阿森纳,以阿森纳的获利偿还各项债务。 而在克伦克看来,若体育场馆能够赢利,经营体育场馆比赢得比赛更为重要,二股东乌斯马诺夫持有的30%股权将成为完成球队赢利的障碍。 由于不能全面控股,克伦克受建于股东大会,对于热爱阿森纳俱乐部的持股球迷来说,克伦克的赢利希望同球迷,希望赢得比赛的目标冲突叠起。 收购阿森纳后,俱乐部的财务状况,就和克伦克绑在了一起,如何处理球队财务,克伦克无需受到其他制约,延展阅读,代理商伪造公章,比亚迪11亿营销纠纷,央及阿森纳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